好我們動作做完後我們要把影片算出來 才能正式看到我們動畫的時間 因為其實目前是這個 專案很 檔案不大 所以他可以 他的fps可以算是幾乎real time 但實際上如果正式做動畫 其實東西很多其實不一定有辦法real time 所以我們要把影片算出來 我們才能看出他正式的速度 然後我們就是算螢幕截圖 這樣最後capture最快的 他要怎麼做呢 在左上角view這裡有一個 Render viewport render animation 那他這個算圖路徑呢 就在我們 右邊算圖路徑 output這個地方 他預設的話是在temp存在c 那你電腦重新開機那邊就會刪掉 然後我們這裡路徑呢 打右上左下斜線兩個 這樣的話他的路徑就是我們存檔的檔案的旁邊 但是我們不要直接存在這裡 我們加一個render 開一個render的資料夾 要加後再加一個寫項 他才會之後才會創立一個 的專案 才會創立一個資料夾讓你放 然後他的輸出這裡是png 所以我們這樣算出來會是連續單張 所以我們這裡把算 比如說我們就算成ffmpeg video encoding 我們就用 mpeg 4 h264 好 我們這時候按 Render animation 他就會把我們現在的畫面 算出來 好 我們 從這裡直接開啟資料夾 他就在我們 檔案的旁邊開一個 Render資料夾 算了一個影片 好 開啟檔案 來播放一下 你可以找一些播放器 可以循環播放的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實際上的動畫 狀態 好 好 這就是我們 算preview的方式 這就是我們算preview的方式